十月 將屬一個 良辰職業 另外,楊教授在到臉書上說 論文門二月同有變化 一筆一碗 開不開心 文童大學頭痛了 調查論文門的高手 近日對文童大學提出了強烈的疫情 有相當的距離 二月中旬以前 會有重大的虛擬 蔡同學真的沒那個平分 蔡同學真的沒那個福分撐到2024年 二月將是一個良辰集月 林環條教授在他臉書上說 論文門二月恐有變化 倫敦大學頭痛了 好 這時候倫敦大學就要乾毛永思思 頭痛永思思 好來 這個我沒有在做 我沒有賣藥 我只突然想到羅時鋒的民歌 不是羅時鋒是 好 來 這個是在兩天前 林環牆教授的臉書 那麼也感謝中時新聞網 黃麗榮這位記者呢 他轉述了整理的這篇文章 在這邊我真的要非常感謝中時新聞網 還有被NCC給關掉的中天電視 我是說真的 如果NCC今天沒有關掉中天 中天還在主流頻道 我們可能聽不到這麼多論文門的討論 所以有的時候 塞翁施馬燕之非福 有的時候 上帝讓有一些事情發生 是因為他想要成就後面的事情 當時中天被關掉的時候 我有去幫中天站台 挹注 雖然中天以前常罵我 跟我主持的這個民視是死對頭 可是我還是那句話 人可以有立場不能沒有是非 以中天的觀眾那個時候的角度來看 他不能接受我在民視的言論 我覺得這個我可以接受 我可以理解 但是 我們無論如何要誓死保有任何一個人 發言的權利 這是我們對民主的界定 有些話呢我們聽得不舒服 不舒服就算了 因為這本來就是民主的代價 但是我們不能叫別人靜說一些 讓自己開心的話 這種做法 只有這個 武則天 才會做這樣的事情 好 那麼我們來看看這個中時新聞網說 總統府的這個發言人張敦涵去年呢 曾經回應說倫敦政經學院已經公開證實 蔡英文確實在1984年取得法律博士學位 緊追論文門的旅美學者林環牆表示 調查論文門的高手近日對倫敦大學提出了強烈的質詢 有相當的進展 二月中旬以前會有重大的訊息 倫敦大學頭痛了 這是蠻樂觀的 我很怕倫敦大學二月份以後 乾脆來個擺爛 關閉所有的溝通管道 也就不回答了 給你擺爛到底 不過沒有關係 倫敦大學如果做這一步的時候 就是我們發動全面法律攻擊的時候 所以現在這個階段呢 我們姑且把它叫做 法律行動前的搜證行動吧 因為當倫敦大學的回應 有名有姓的時候一個一個出來 這將來都是我們求償的對象 我是說不客氣的話 如果我們這件事情在英國端到頭來全力求償 倫敦大學會倒閉 我是沒有很客氣的 撂下重話 因為他們涉案的人真的太多了 不管是主動的或者是間接的 或者是順手殺個謊的 真的太多了 到頭來我們宇宙政經學院的所有同學 為了論文門而遭受到的 所有的北棒 還有遭受到的所有的攻擊 通通拿來求償 我看倫敦大學要往哪裡跑 到頭來真的倫敦鐵橋垮下來 垮下來垮下來 倫敦鐵橋要垮下來 好我們再往下看 林環牆教授23號在臉書獨立觀察當中貼文表示 他說倫敦大學頭痛了 論文門的調查高手雲吉 最近Charlis Tsai 跟 Tiana O兩個人對倫敦大學提出了 自由資訊法規範下的強烈質詢 兩個人都有相當的進展 今天Charlis Tsai 再出眾手藝 是否能以個人收藏本當成論文 取得博士學位為題質詢倫敦大學 這個題目就問得好 我再一次提醒大家 待會我跟大家示範教學 因為我們周邊有一些人被踢回來 被踢回來的原因就是因為我說過 千萬不要出現關鍵字 蔡英文 出現蔡英文你一定被踢回來 說這是Privacy 你再多問一句 他說你Vexatious 再問他跟你說你用Scattered Guns 他說你用散彈槍在打鳥 所以一次問一個問題 不要提及蔡英文 談一般性的問題 很客氣的告訴他我根據資訊法 我來問這個問題 他要躲躲不掉 我手上也收到了很多同學被打槍 被說無力取鬧 被說你違反探尋個人隱私 通通都是因為談到了個人的問題 好 所以像他這個就沒有個人的問題 這就是好問題 好的 林環牆教授在獨立觀察報告上面呢 揭露了最近在英國端的進展 忠實電子報的黃麗榮他轉載了 林環牆教授說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 校方Investations 無理取鬧來作為回覆 其實有 那些被指稱無理取鬧的 很多都把他的信寄給了我 說彭P我被說無理取鬧了 我看一看你果然是無理取鬧 因為你老師上課有在講 你沒有在聽 我跟你說過 你不能直接問蔡英文三個字 他馬上告訴你這是隱私 或者跟你講你無理取鬧 你在探尋別人的隱私 然後呢 你不要一次問兩三個問題 他說你是scatter guns 他說你在打散彈槍 然後如果 你呢 口氣稍有一點點強硬 他說you are vexatious 說你無理取鬧 所以避開這三個 而且你最好用真名 當然他無法判斷你是不是真名 可是你用smile 司馬懿 他就逮到機會說 你不能不用真名 欸搞不好我真的叫司馬懿啊 對不對 我還真是曹操咧 你說怎麼辦 對所以好 那麼 根據林環牆教授的這個說法 他說 他說現在呢 相較於倫敦大學 倫敦政經學院LSE 比較不重視這個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 不尊重 無論如何 他說二月中旬以前呢 應該會有重大的消息 請大家耐心等候 我也覺得 到了二月中旬 倫敦大學只有兩條路可以走 現在飯糰呢 在英國不斷的在行動 我非常清楚飯糰在做什麼 因為你不要忘記 飯糰中也有臥底的啦 我坦白跟你講 無間道對不對 飯糰裡面也有梁朝偉 劉德華都有 所以每一個角色都有 那你要想想看喔 飯糰裡面也是有些人也是有良知的 他們其實明明就知道 包括法院有一些法官 他們心裡面知道這件事情 你想想看法官也是人 對不對 當他不像 不像這個姚念慈 劉成武 黃偉 呃 林邦良 邢太昭 黃國中 這些 是因為他們有權力 或者權柄 或者是把柄在 蔡政府手上 所以他必須跟著走 必須被牽著鼻子走 絕大部分法官 他只想不要惹火上身 對不對 像洪文慧這種就是為了趨力避害 判決亂寫寫寫寫就丟了就跑了 張永慧這種連判決連停都不開就趕快亂寫判決就溜了 這種就是害怕的 那總有一些人跟他無關 心中還是有正義感 那他要怎麼樣實現他的正義感 就是丟資料給我們 透過私下管道輾轉丟東西給我們 國安團隊也有這種人喔 別忘了喔 宇宙政經學院這七八年來 在節目當中是交了不少朋友喔 因為我們做的事 我們做的事是追求公平正義喔 不分黨派喔 你從伊甸市開始 如果你看我們你會知道喔 我們做的事情是很六心不認的 所以我們得罪了很多人也交了很多的朋友 好我們接下來看看 那麼二月份會不會有重大突破 我覺得倫敦大學到目前為止已經一步一步潰題啦 你看他已經透露很多消息啦 他跟你說我們沒有口試資料 我們也沒有這個相關的口試結果 你不要問我們去問倫敦政經學院 倫敦政經學院說我也沒有 倫敦大學政經學院法律系也說我沒有 大家都沒有大家都在為自己設下安全法 將來到了法庭的時候 他會說我跟你說我沒有啦 那其他講的那些東西是 不是我們的這個主要的基調 是有一些人呢私底下搞不清楚狀況的回應 我現在都可以看出來 他們將來跟我們硬碰硬在法庭對決的時候 他如何來卸責自己的責任 包括了民事的賠償 他賠不起我跟你講他賠不起 因為我們這麼多次的去問他內容 他一次一次的說謊他真的賠不起 所以我說他現在在做的事情是 在給自己找一點法律上的轉圜的空間 將來為自己辯護的時候 可以拿來當成一個不知情不在場 或者是其他的一種可能性 好那林環牆教授的這個說法有沒有道理 我們拭目以待網友說 有網友建議說看來要更多的校友施壓母校 對我在這邊鼓勵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還有倫敦大學其他學院 皇后學院商學院 不管你是在校生或校友 寫信給學校 告訴英國倫敦大學說 我畢業的母校生育受到了極大的打擊 我作為一個校友 臉上無光 請學校認真對待這件事情 我在這邊呼籲全球 英國倫敦大學畢業生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畢業生 知道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的 努力的寫信去跟你的母校抗議 以及跟你的母校說明你們希望知道真相 如果今天這次發生在Wisconsin Madison 我一定打電話去給她叫到非洲去 為什麼 我的母校你怎麼這麼無能 你碰到這種事情 你處理的方法竟然是三共四老虎 讓我辛辛苦苦在Universal Wisconsin Madison 拿到博士學位的人 見到別人低著頭抬不起頭來躲躲閃閃 人家問你哪個需要畢業的 我倫敦哪個倫敦 倫敦政經學院 就政經學院 不是不同年代 你不覺得這是莫大的打擊嗎 我不知道今天倫敦政經學院 在台灣的校友會還在裝死在裝傻裝睡嗎 你們被羞辱的還不夠嗎 街頭藝人跟倫敦大學的倫敦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們 笑你們笑了兩年半了 你們何其無辜啊 拖面自甘嗎 好 我接下來要給大家看一看 我們的同學們在各個地方 同時去問詢問 英國倫敦大學在whatdodayknow.com 他們問了很多的問題 我再來做這個教學 我告訴大家什麼東西會得到答案 什麼東西會不會打回票 好 那麼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手上拿到都是宇宙政經學院的同學們 已經問了的問題 現在在等待答覆 有些我可以直接判定 告訴你說你沒救了 你一定會被弄成vexatious 好一個一個來 How could President 蔡英文 be awarded the PhD degree in 1984 If all libraries never received any copies besides thesis 出局啊 因為你談到蔡英文 他會跟你講說 This is personal This is privacy 雖然這個不是 privacy 可是你讓他逮到了 你讓他逮到把柄 因為你在詢問某一個特殊人的事情 他會跟你講說 It's privacy 好 再來 Is this news The real news of LSE statement 就講的2019年10月8號 這個他可能會回答 但是在過往的例子當中也有被打槍的 好 他會跟你講說 你知道他回答的東西很有趣 我說過嘛 最客氣的是跟你講說 這是個人隱私 所以我們不便透露 再來呢 稍微不客氣的說 你這個是散彈槍 scatter gun 都有 因為我們都回收了很多網友們的得到答案以後都給我們 然後再往上一層是有點翻臉了 說你是Vexatious 去年年底我們還收到一個同學給我們說 這個 What2denno.com 倫敦大學竟然講了一句話說 我知道你們都是來自中國的 你們詢問是不安好心的 好 這一封信呢 將來這個人我們會 在做倫敦這方面的求償的時候 我會特別 我會特別記得你 而且我會特別的問候你在法庭上 好 再來 How could President 蔡英文 be awarded a degree in 1984 If all libraries never received any copies of a thesis 這個一定會被判定 個人隱私 好 再來 I want to know the class mark of a thesis I want to know a class mark of a thesis 我知道一些論文的相關 反正你談到一般的論文沒事 如果你要談個別的人會有問題 好再來 Are there any class marks or catalog records for the thesis and fair trade practices and safeguard actions in IALS 好這是高手 這是高手 好他的意思是說 這本論文 他有沒有任何我們可以查得到的一些 呃像是目錄啊這些東西 這個呢可能要回答你 呃或者是他可能會把你refer to library 可能會回答你 因為 雖然我是針對某一本特定書 論文 但是 但他一看就知道你在問蔡英文嘛 現在我告訴你倫敦大學喔 他們這個 record manager 新上任這個 Susie Mia Weather 還有 Emily Beck 他們同時把他們的linked in 關掉了 各位去看看 他們同時把他們的社交媒體 在就在這上個星期的幾天之內 紛紛撤下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想躲嗎 來不及好 那他怕很多人去去問他問題 好 再來 呃 How do I know who released this statement on LSE website 這個 跟剛才題目是一樣的 所以我怎麼知道說是誰在 LSE 的網站上面 公佈了這個2019年10月8號這個所謂蔡英文獲得博士學位的這個聲明 這個問題要不回答他需要一點說明 好 再來 好 How could President 蔡英文 be awarded a PhD 這個又是同一個問題 那麼很多人問類似的問題 但一提到蔡英文沒機會了 好 呃 好 再來 How could it possible that someone missing the thesis but degree awarded 怎麼可能有人論文遺師但是學位拿到 這個問題可能他要回答 因為我說有人我沒有說是誰 那這種情境有沒有可能我覺得倫敦大學要不回答 那你要說個理由來聽聽 再來 呃 嗯 接下來說 Question about the LSE Statement on PhD of蔡英文 of October 8th 2019 好有關於 2019年10月8號的這個聲明 啊 來了這個東西好 他要回答應該應該要回答吧 哈 這些我剛剛講的都是他們問的問題的標題 那現在都在awaiting response 都在等待回覆 最早的在1月12號到現在已經兩個禮拜了還在等待 Is the thesis and fair trade practice and safeguard actions held by LSE since 2019 a fake thesis 好 現在直接單刀直入問你這個是不是一個假論文 我要看他怎麼回答 這個東西 你要說他是個人隱私嗎 我不是在問人啊 我是在問這本論文是真的是假的呀 這怎麼會是 這怎麼會是隱私 不過我們來看看倫敦大學有沒有總回答這個問題 Contradictions between UL and LSE concerning the Viva examination records 這個問題有點危險 因為你沒有錯 你講說倫敦大學跟倫敦政經學院互相矛盾 有關於口試的結果 這件事情互相矛盾 但是你在這裡面不免要提到蔡英文三個字 對不對 所以這個Michael嘛 問的問題是好問題 但是看他們怎麼回答 好 接下來這個就有趣 這個他要回答 Please explain what WD from course means 什麼 WD from course 是什麼意思 請你回答 以前有人問過另一次的問題 其實這一波問問題已經是我們大概第二波或第三波 以前有人類似問過問題 他可以很輕易的試兩波千金跟你講說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here the WD from 我不知道這個字從哪來的 他就給你打太極拳 但是如果你拿出蔡英文的student record 他跟你講說這個人隱私 所以你如果聰明一點的話 你要跟他講說 A friend of mine 我的一個朋友 蔡英文是我們的朋友啊對不對 蔡英文是我們大家的壞朋友啊 沒有錯吧 A friend of mine has a student record showing that 我的朋友 呃 我不講他是誰 但我一個朋友的這個student record上面出現了 WD from course 他什麼意思呢 這樣我也許可以這樣問 好再來 Did Taiwanese present蔡英文 ever receive a PhD degree If yes when where in the thesis kept Where is the thesis kept 來了 神明媽先提到蔡英文出局了 他跟你講說是privacy 再來 The degree awarded date of蔡英文's PhD degree 出局了 因為你提到個人 他就跟你說 I'm sorry it's privacy 好我們再來 Did蔡英文 obtain PhD 這個也出局了 一提到蔡英文出局了 再來 Where can I find information about my PhD Viva 嘿好問題 好問題 啊這最好是一個有博士學位的 倫敦政經學 有倫敦大學的 的校友 如果有拜託 用你的校友身份 你告訴他我哪一年畢業的 你跟學校要兩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 Where can I obtain my student record 我怎樣可以得到我的學生紀錄表 Secondly 一次問一個 但他又說你scattered gun 第二次 再問一個 Where can I find information about my PhD Viva 或者跟他要說 Can I have a copy of my personal PhD Viva records 或者Can I have a copy of my personal student record During幾年到幾年 我在倫敦政經學院的時候 這是好問題 好我們接下來 My question is not vexatious Please see my explanation 他就不理你了 當他說你vexation 他就是vexation 再來 蔡英文has never received degree from LSE or University of London 一出現蔡英文 You are a vexatious It's privacy 好我們再來 What are the records kept by LSE concerning ties Viva examinations If the examinations ever took place 好 來了 又出現蔡英文 這些問題是說 這個 如果這個蔡英文的口試從來沒有發生過 那請問你 那個 蔡英文的Viva口試這些資料是怎麼來的啦 大概是這個意思 一提到個人 馬上說你是個人隱私 再來 Can LSE correct the LSE statement on PhD of Dr. 蔡英文 which was debunked by the claim of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提到蔡英文 You are out 沒了 大家可以改一改啦 重新地 但是我可以跟你說 你一提到蔡英文 You are out 再來 好 這個後面又講到了蔡英文 只要提到蔡英文 You are out Question about the LSE statement on PhD of 蔡英文 October 8th 2019th 提到蔡英文 You are out 好 那沒有關係 好 我們進到廣告之後呢 在網路上有一個神人級的高手 他把蔡英文自己自稱的 在倫敦大學的所有時間列表 然後拿倫敦大學的修業規定 直接說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